中级乌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签字仪式在京举行 三国元首视频祝贺协定签署 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小组第四次工作会议召开 陈吉宁主持会并讲话 2024年全国高考今天开考 报名人数达1342万人 七省份迎来新高考首考 端午假期出行热度攀升 铁路明天将迎客流最高峰 热点线路将相应增加运能 以军轰炸加沙地带中部一难民营学校 造成至少40人死亡 美媒称袭击使用了美制炸弹 通胀放缓 欧洲央行五年来首次降息 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下调25个基点 今天是2024年6月7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东方新闻 我是李翰 我是于飞 我们在上海点播室向各位问好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 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 6月6号 中国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 三国政府间协定签字仪式 在北京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米尔基约耶夫 视频祝贺协定签署 习近平指出 中级乌铁路是中国同中亚互联互通的战略性项目 是三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工程 三国政府间协定的签署 将为中级乌铁路项目建设 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 标志着中级乌铁路正由设想变为现实 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三国携手促合作 共同谋发展的坚定决心 中国愿同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一道 再接再厉 为启动项目建设 做好各项准备 早日建成这条 汇集三国和三国人民 助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通道 扎帕罗夫表示 中级乌铁路建成后 将成为亚洲到欧洲和波斯湾国家的新运输线 希望这条铁路早日建成运营 为推动地区共同发展 增进各国人民福祉 提供新助力 米尔纪约耶夫表示 中级乌铁路将成为 连通中国和中亚国家的最短路上通道 还可打通南亚中东国家大市场 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地区国家对华合作 符合各国长远利益 中级乌铁路起自新疆喀什 经吉尔吉斯坦 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未来可向西亚南亚延伸 建成后将极大促进三国互联互通 带动地区经济社会实现更快发展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五个月 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6.3% 外贸向好的势头不断巩固 今年前五个月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7.5万亿元 同比增长6.3% 其中出口9.95万亿元 进口7.55万亿元 增长均超过6% 5月当月 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长8.6% 月度增速进一步加快 今年以来 我国经济持续的回升向好 外贸向好势头也不断巩固 今年前五个月 东盟仍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进出口总值增长超10% 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合计进出口增长超7% 而出口方面 今年前五个月 我国机电产品占出口比重近六成 船舶集成电路电动汽车 家用电机出口增速较快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024年全国高考 今天正式的开考 今年全国高考的报名人数 首次突破了1300万 详细内容请于飞带来 于飞 好的 李汉 今天上午的9点钟 2024年全国高考正式开考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 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 达到1342万人 比去年增加51万人 随着全国新高考改革的稳步推进 今年吉林 黑龙江 安徽 江西 广西 贵州 甘肃等7省区 作为第四批新高考改革省区 迎来了新高考首考 这些省份的高考不再分文理科 考试统一为3加1加2的模式 三就是语术外这三门 那么另外他们使用的是全国卷 而一是作为首选科目 物理和历史可以任选其一 二为再选科目 考生在化学 生物 思想 政治和地理 这四个科目当中选择两科 选考科目是由各省来命题 那么在上海今年有约5.4万名考生参加高考 考生的数量和去年大致持平 高考首日全市19个考区 111个考点 安全平稳有序 早上7点多 各个考点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考生 有的同学在看材料 做最后的复习 稍微有点激动 但是还是希望能够进去考出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好成绩 第一场语文嘛 就旗开得胜 然后考的都会 然后闷的都对 复考的信心源于12年磨一键的积累 也离不开场外后援团 送考团老师们身着统一红色T恤 给孩子们送上祝福 高考必胜 这个势在必赢的这样一个红色的这个服装 也是希望给这个学生呢 能够提供这个心理上的一个支持 向日葵花束也是送考讨口彩的好物 给考生们鼓劲加油 一举夺奎 最重要就是要起开得胜 希望同学们今天能够赢 身着旗袍的送考妈妈们 再次成为现场靓丽的风景线 我是紫棋东南 红鱼一当头 特意染了个头发 为了孩子我们应该做足一切准备 加油 八点不到高考大门开启 考生们陆续进场 今年上海高考继续使用智能安检门 加人工安检方式进行入场安检 东方卫视记者朱祁月上海报道 与此同时 上海公安机关今天出动3000余名警府力量 按照1.1方案的原则 对100多个考点专门部署了 安保工作措施 全力确保高考安全有序进行 早上七点半 在徐汇区的上海市第四中学考点附近 交警在多个路口助手执勤 并为送考家长开辟临时道路停车位 在考试过程中 警力也在现场持续提供保障 提醒过往的车辆 禁止名号 并被影响我们考生的一个 考场的一个秩序 同时呢 我们也对一些诸如大型车进行一个提前的改造 包括一些站路施工 我们都是提前已经告知他们在高考期间是停止施工 静安交警还加强了计防 仅用无人机纷纷上岗 巡查考点周围的治安交通人流等情况 辅助交警执勤 确保道路通常 今天是端午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接送考生的车辆与上下班旅游出行车辆双重叠加 道路拥堵情况可能加剧 今天上午 松江交警执勤时就接到了遭遇堵车的考生的求助 现在几点 7点54分 差不多过去5分钟 好吧 那先等一下不要交急 这名考生最终顺利抵达考点 8点19分 这位民警再次接到求助 5分钟后 他顺利将考生送到了考点 大概还有10分钟就要错过了 所以我就帮他一路附送过来 很快就到了 然后正好也没有送考生迟到 高考期间 上海公安针对可能发生的考生证件过期 遗忘送考车辆故障等突发状况 开通考生办证例子通道 协助做好考生转运等相关工作 北京今年有6.72万人参加高考 在北京海淀区运送高考试卷的车辆 早上5点半就陆续抵达考试中心 高考试卷箱在民警的监管和护送下 装车送往各个考点 从起送到运达 我们都会有民警全程护送 而且每辆车上也都配备了智能系统 确保高考试卷的万无一失 今年北京对各考厂的智能巡查系统进行了升级 视频监控识别更加敏感 智能安检门和人工安检环节 也能进一步防止考生将手机 智能手表等电子设备带入考点 考生一旦将手机等具有发送 或者是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带进考场 不论其是否使用 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 将取消期报名高考的各阶段 各学科的成绩 并将记录国家教育考试成型档案 海南省今年的高考考生超过了7.4万名 受西南气流影响 部分视线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当地各部门多挫并举 用暖心服务为考生保驾护航 防暑防雨的这样的一些爱情物资 包括雨衣雨具 还有小扇子 这个小风扇充电宝 以备这个不值之需 海南各地交警也加强与交通运输 应急市政等部门的沟通协调 同时设立铁骑护考机动队 加强考场周边主要路口和重点路段的巡逻 除了地面的这些举措 在距离机场较近的一些考点 空管部门也采取了特别的降噪程序 把飞机造音对考场的影响降到最低 为考生实行空中护航 东方卫视记得报道 每年高考的语文作文题都是备受关注的 今年的高考作文试题一共是有六套 其中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的作文试题一共是三套 全国假卷真正的相遇引导学生思索成长中 关于与他人交流相处的典型问题 新课标一卷二卷则是聚焦当下最受关注的人工智能 和中国航天月被探秘的话题 来激发考生相关的延伸思考 地方卷当中北京卷出了两个题目 分别是历久弥新和打开 而天津卷则是聚焦定义被定义自定义的形态 由此来引发考生的感悟 上海卷今年的作文题则是让考生谈谈对认可度的认识和思考 不少考生走出考场以后 对记者也表达了自己对于认可度的看法 不是非常难写 属于比较常规吧 考察我们对个人自身 以及我们对社会的思考 我觉得这个语文题目出的特别好 不少学生基于平时的阅读引经据典 展开了对于自身以及社会的思考 从古至今 比如说哥白尼这样一种 从古代这样一种认可度的悲剧 来再联系到当下公聚理性 这样对认可度的一种影响吧 我就用了迷彩的一句话 人是生活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 我们应该辨证地对自己的认可度 专家表示 今年的上海高考作文 延续多年来提干简洁 平时具有足够开放度的风格 能够引导考生快速入题 深入思考 认可度在不同的语境下 它的所指是什么 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进一步它还可以去考虑 这个认可度在我们去判断 外界的人事物的这个过程当中 究竟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 进而对认可度的这种公信力 或者是合理性进行反思 上海高考作文贴近实际 延伸思考的特点 本身也是对教学任务的一次有利呼应 反映了教育的趋势 今年的高考作文题 确实很好的服务于选材 也比较好的引导了教学 确实是一个利得素人的过程 东方卫视记者朱祁月 戴京磊上海报道 明天将进入到高考的第二天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贵州江南的大部华南等地 明天会有中道大雨居地 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 同时河南河北山东 将会成为高温的主阵地 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 35到37摄氏度 所以南方要做好降雨的交通保障 而北方则需要关注考生的防暑降温 好 我这里有关高考的内容就是这些 明天就是端午小长假 这两天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客流 一较平日有所增加 据统计今年端午假期 全民航保障客运航班量 预计约4.27万班 日均客运航班量 将会比2019年增长6% 和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不少旅客选择错峰提前出行 我们就请了个假这样子 人也比较少 机票比较平 端午三天小长假 旅客出行以国内航线为主 近期热门的新疆游 包括新开的上海新疆直飞航线 也成了不少市民的假期首选 去新疆直飞的 反而三点多 正好到那边太阳还没下山 而各家航司也充分利用端午的客流量 提前根据市场需求调整阅力 特意在红浦两厂 每日提供200余个金属港航班 红桥浦东一共会有6个厂站 有宽体机直飞 据统计 今年端午假期 民航出行呈现供需两放的特点 旅客运输量和航班量 相较2019年和2023年 均有所增长 全民航预计累计保障旅客 将超过540万人次 日均发送超180万人次 比2019年端午假期 日均增长9.9% 比2023年端午假期 日均增长10.2% 铁路方面 全国铁路端午假期运输 今天开启 从今天到11号 预计发送旅客7400万人次 明天将迎客流最高峰 从铁路12306预售情况来看 北上广深 成都 杭州 西安等 热点旅游城市客流相对集中 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线路 及时增加运能 其中国铁昆明局 优化了列车开行方案 中老铁路每天开行 四列国际旅客列车 其中 昆明至万象两列 西双版纳至朗布拉邦两列 中老两国的旅游城市 西双版纳和朗布拉邦间 可以当日往返 而针对出境游旅客增多的情况 端午假期 哈尔滨铁路部门增开了 福远 铜江 黑河 隋丰河等 口岸边境城市旅客列车 黑龙江省今年首趟中俄跨境游专列 也将开行 从加姆斯铜江 可以直达俄罗斯 哈巴罗夫斯克 公路方面 端午假期 全国高速公路正常收费 预计中短途自驾出行占比较高 小客车日均流量约3300万辆 占客车比例超过九成 今天下午四点开始 全国路网交通压力逐渐增大 预计到晚上九点 为节前出行高峰时段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今天财政部第一次续发行 2024年3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 根据安排 本次续发行国债总额为450亿元 漂面利率为2.57% 2024年超长期特别国债 涉及期限为20年 30年50年 20年3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 已分别于5月24号和5月17号首次发行 发行规模均为400亿元 20年期国债票面利率为2.49% 30年期国债票面利率为2.57% 下周五财政部将会招标发行 总额350亿元的5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 票面利率将会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请锁定东方新闻 稍后您将看到 长江流域进入主训期 三峡水库提前完成训前削弱任务 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国足1比1占平泰国队 痛失提前出现机会 美国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进行第四次试射 首次实现海面软着陆 六月份我国正式进入主训期 为应对长江流域可能发生的训情 目前三峡水库已经提前腾出库容 做好准备提供保障 作为长江流域最重要的水库站点 三峡水库现在的水位已经削弱到145米 提前4天完成训前削弱任务 共削弱水位约30米 腾出防洪库容超221亿立方米 正式转入训期调度 包括三峡水库在内 今年纳入长江流域联合调度的水工程 达到了127座 其中53座控制性水库群 范围有所扩大 长江流域纳入联合调度的控制性水库 共腾出防洪库容870亿立方米 较规划设计的增加了164亿立方米 这些腾出的防洪库容 可以用于调控干制的洪水 为应对今年可能发生的训情 做好准备 当前长江流域正值6月至8月主训期 根据水文气象预报 今年6月长江流域降水量相比长年偏多 长江中下游入煤时间 预计在6月中旬后期或者下旬 相比往年偏晚 下一步 水利部长江委将密切关注流域与水情变化 强化监测预报预警 科学精细调度好流域水库群 保障流域防洪安全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今天由国产ARJ21飞机直飞的首条中亚航线正式的开通 ARJ21是由我国自主研制的喷气式直线客机 这一航线的开通意味着国产商用飞机的国际化发展又迈进了一步 上午10点38分 由国产ARJ21飞机直飞的EU2977次航班 搭载旅客从新疆喀什莱宁国际机场起飞 于当地9点48分抵达塔吉克斯坦胡战德机场 这条航线的开航标志着ARJ21飞机首条中亚航线正式开通 未来将每周直飞一班 ARJ21飞机开通中亚首条国际航线 标志着国产兵机国际化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对促进新疆与中亚地区和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旅游等领域的 交流互通繁荣地区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次开通的首条中亚航线 是ARJ21飞机开通的第二条国际航线 首条国际航线为哈尔滨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往返航班 截至目前已有139架ARJ21飞机交付给国内外十多家客户 累计运营549条航线覆盖152座城市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我国超深水超浅气层领域勘探获重大突破 中国海游昨天宣布在南海西部海域 发现我国首个超深水超浅层气填领水361 探镜测试天然气无阻流量超1000万立方米每天 这一气填平均水深约1500米 平均气层埋深210米 它的测试成功充分验证了 我国自主建立的深水复杂油气资源 勘探开发技术体系的先进性和可靠性 有望推动国内深水油气产能进一步提升 在昨晚举行的2026年美加末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 36强赛第五轮比赛当中 中国男足主场1比1战平了泰国队 丧失了晋级18强的主动权 第20分钟 泰国队通过边路传中找到机会 苏巴楚在中路投球冲顶破门 泰国队1比0领先 两分钟后 中国队险些扳平比分 阿兰的镜射击中力柱弹出 第29分钟 中国队换上21次的前锋败赫拉木 这也是他首次代表国家队出展 第51分钟 中国队迎来点球机会 可惜费南多将球提高 第76分钟 中国队换上张玉宁和蒋胜龙 两个高中锋 很快中国队起高球掉入禁区 乱军中拜赫拉木抢射 为中国队将比分扳平 我们主教练的要求也是 如果能进球尽量多进球 然后他也跟我说了 下半场会给我机会的 让我多在前面冲一冲 有希望吧 然后下一场好好加油吧 下后中国队主教练伊万科维希表示 作为职业教练 对于任何比赛结果都要负责 首先还是要感谢这么多到场的球迷 感谢他们为我们营造的 好的一个比赛环境 给我们的充分的支持 也非常遗憾 没有能够利用好这次机会 赢下泰国这个对手 我对球员在场上表现 没有任何的意义 他们都全力以赴了 在本组的另一场比赛中 韩国队以7比0大胜新加坡队 及13分去小组第一 中国队和泰国队分别积8分和5分 为了第二第三名 新加坡队排名垫底 11号 中国队将客场挑战韩国队 泰国队则将坐镇主场 迎战已经出局的新加坡队 根据目前的形势 中国队若想出现 至少要在客场逼平韩国队 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 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 近日宣布 批准两笔价值约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 计划向台提供F16战机灵配件 及相关的服务等 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 今天表示 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规定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我们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方敦促美方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立即撤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 停止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 以实际行动维护两军关系大局 中国人民解放军 持续加强练兵备战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昨天搭载两名美国宇航员的 波音星际客机飞船 飞抵国际空间站 并完成对接 同一天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 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兴建 实施第四次试射 并首次实现海面软着陆 美国东部时间五号 波音星际客机 搭乘宇宙神五型火箭发射升空 将两名美国宇航员 送往国际空间站 星际客机原计划于 6号12点15分 与国际空间站对接 但因推进系统故障 导致对接延后 最终对接在13点34分完成 这是星际客机首次载人是非 据美国航天局介绍 两名宇航员将在空间站停留约8天 测试星际客机及其子系统 星际客机还搭载了约345公斤货物 包括食物和必需品等 这次的任务结束后 美国航天局将对星际客机 执行常规商业载人航天任务 定期运送宇航员往返空间站 进行最后认证 同一天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 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 从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 伯卡奇卡的基地发射升空 这已经是星舰第四次试射 几分钟后 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 和第二级飞船成功热分离 随后超级重型助推器 在墨西哥湾建落 星舰进入太空滑行阶段 发射约47分钟后 星舰受控再入大气层 最后在印度洋建落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 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尽管星舰丢失了很多磁片 并且精益受损 但是仍然成功在海面 实现软着陆 此次试射的一个关键目标 是星舰在高温下受控 载入地球大气层时 能够幸存下来 以便让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收集到更多的宝贵数据 自2011年 美国航天飞机退役以后 美国航天局 不得不依靠俄罗斯的飞船 供宇航员往返国际空间站 为了摆脱对外依赖 美国航天局 启动了商业载人航天计划 2014年选中了波音 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为其开发载人航天器 波音打造的星际客机 是一艘高约5米 最大直径 大概有4.6米的锥形飞船 最多可以搭载7名乘客 具备60小时独立飞行 和210天停靠飞行的能力 凭借顶部的内置降落伞 和底部的气囊 理论上星际客机的成员舱 它可以实现落地回收 最多可以重复使用10次 而星际客机的研发进程 应该说非常的坎坷 飞船的无人和载人试飞 都因为技术问题数次受挫 延宕多年 直到日前才实现首次载人试飞 相比之下 2020年5月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 就率先完成了首次载人试飞 填补了美国载人航天 近10年的空白 自那以后龙飞船已经执行了13次 载人飞行任务 而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还着眼于更远距离的太空旅行 昨天实施的第四次试射的重型运载火箭兴建 就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为了将人和货物一起送到地球轨道 包括月球乃至是火星而设计的 它可以将超过100吨的载荷送入到地球轨道 那星舰也是可回收 而且重复使用的这种航天运输系统 火箭的总长大约有120米 直径大约9米 是由两部分组成 它的第一级是长约70米的超级重型助推器 第二级是长约50米 可以重复使用的星舰飞船 尽管星舰的第四次试射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专业人士也认为 星舰距离载人应用依然有不小的距离 好 我觉得情况就是这些 你好 好的 于飞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请锁定东方新闻 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小组第四次工作会议召开 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 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 重要指示精神 持续推动全球创新资源导入 深入拓展国际经济合作 一批国际组织外资研发中心集中落子上海 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开票 国际电影数为历届之罪 热门影片开票10分钟即售庆 以军轰炸加沙地带难民营学校 造成至少40人死亡 妹妹称袭击使用了美制炸弹 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欢迎回来 6号下午 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小组第四次工作会议 在浙江省温州市召开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做好长三角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论述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荐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部署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重点工作 上海市委书记协作小组组长陈金宁主持会一并讲话 浙江省委书记易恋红致辞 生态环境部部长协作小组副组长黄润秋讲话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 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许坤林 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浩 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 分别交流了本省市生态环境保护和落实共保联制工作进展 以及下一步安排建议 公安部封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赵陈鑫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明 住建部副部长秦海祥 水利部副部长陈敏 应急管理部副部长胡明朗 及国家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陈金宁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认真落实 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精神 把握新任务新要求 以更大决心 更强责任 更高标准 更实举措 进一步提高共保联制水平和时效 陈金宁指出 要以改革的思路 不断创新共保联制体制机制 遵循生态环境的自然规律 完善规划协同机制 强化联合执法机制 构建污染风险预警联控机制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要加快制度成果推广 强化治理示范效应 更好发挥制度创新试验田作用 要以技术的力量 不断提高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科学化水平 加强污染和生态基础调查 推动共性技术研发 强化数字技术赋能 构建智慧高效的区域生态环境管理体系 要以转型的方式 共同培育绿色低碳新制生产力 加强规划对接 推进一体化布局 共同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 推进韧性城市建设 壮大绿色产业集群 大力发展绿色服务业 要以市场的手段充分激发 推进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 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 完善碳市场运行管理 各项基础性制度 健全域生态补偿机制 加快向跨区域产业合作生化拓展 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 三省一市要携手努力 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中更好发挥示范作用 一脸红说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长三角地区 不仅要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 也要在生态保护和建设上带好头 我们要深刻领会全面落实 近年来浙江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 锚定美丽浙江美丽长三角跑道加速前行 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站 绿色转型主动站 生态修复保卫站 全域美丽阵地站 制度建设系统站 将永续发展的答卷写在青山避水之间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坚决扛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发源地的使命担当 持续生化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 共同打造美丽中国建设先行区 黄润秋指出 近年来长三角三省仪式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扎实推进长三角生态环境共保联制 取得显著成效 新征程上要清醒认识 长三角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形式和挑战 继续发挥好协作机制作用 在打造绿色低碳发展高地 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构建生态安全格局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上 走在前做表率 生态环境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深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加大对长三角区域的支持力度 持续推动区域全方位生态环境保护协作 会议厅取了协作小组办公室 关于区域协作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 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报告 国家有关部委负责统治做了发言 会前三省一市联合签署了 和中共计永利朝头 推动高水平建设绿色美丽长三角宣言 三省一市交通运输部门 上海组合港管委会办公室 上海海事局联合签署了 长三角船舶与港口能效提升合作框架协议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生态环境部门 联合签署了长三角蓝色循环海洋塑料废弃物 治理合作备忘录 启动了泰浦河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响应业务平台 三省一市生态环境部门共同发布了 长三角区域臭氧污染联防联控行动报告 和长三角区域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联动方案 启动了长三角区域排污权交易平台 三省一市建筑垃圾主管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 联合签署了长三角区域建筑垃圾联防联制合作协议 三省一市党委政府相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等出席会议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今天下午举行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14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 和对进一步做好四号农村路建设做出的重要知识精神 传达贯彻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 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自觉把就业工作摆在高质量发展的突出位置 统筹推动就业制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要强化人力资源供需匹配 立足当前和长远 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 深化产教融合完善培训体系 确保重点群体就业稳定 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 以产业升级带动就业升级 要引导全社会牢固树立正确就业观 加快塑造素质优良 总量充裕 结构优化 分不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 会议指出 要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认识 进一步抓好农村公路的高标准建设 高水平管理 高质量养护 高效能运营 更好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助力超大城市城乡融合发展 要优化规划布局 推动区域联通 促进要素流动 便利群众出行 要依托科技赋能 建立全生命周期养护机制 要加强巡检巡查 确保道路安全 会议指出 要把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 系统学习领会 一体贯彻落实 始终牢记公安姓党 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 坚持政治建警 从严治警 改革强警 科技兴警 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铁军 深刻把握超大城市规律特点 切实提高安全保障和防范化解风险能力 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奋力开创上海公安工作现代化新局面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024上海国际探中和博览会本周再互举行 大会主旨论坛今天开幕 上海市市长龚正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 刘振民出席并致辞 公正在致辞中说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为引领 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 以低碳灵碳负碳科技创新为支撑 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 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我们将坚持先例后破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 优化产业结构 提高绿色低碳产业的比重 强化政策保障 推动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 真诚期待各位嘉宾碰撞思想火花 分享真知灼见 刘振民在致辞中说 习近平主席2020年宣布 我国双碳目标以来 我国已经构建起了 一加N政策体系 双碳目标落实不断取得新进展 上海在低碳产业 绿色技术 气候金融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等方面 积累了很多优良经验 相信将对我国及世界各地的地方气候行动 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期待大家能够开展良好交流 共享经验加强合作 上海市副市长华元主持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袁达致辞 中国工程院院士 长三角碳中和产学研联盟理事长黄震 能源转型委员会主席 阿戴尔·特纳勋爵做主旨演讲 论坛上CN100绿色低碳供应链 链主企业联盟成立 绿色低碳供应链案例集发布 论坛举办前 与会嘉宾共同参加了巡管活动 本期论坛聚焦能源绿色转型 绿色低碳供应链建设等重要议题 集中展示绿色创新发展的最新实践 深入探讨碳中和技术趋势动向 记者严伟黎报道 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今天在户签署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 中国能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宋海良出席 副市长陈杰 中国能建集团副总经理吴云代表双方签约 根据新签署的协议 中国能建将依托上海总部基地 围绕能源供应低碳产业 绿色航运科技创新城市建设等领域 开展全方位合作 推动中国能建集团资源进一步在户聚集 共同打造高质量绿色低碳产业高地 高水平绿色智慧航运枢纽纽 高能级双碳战略科创平台 高标准绿色低碳供应链体系 高起点绿色金融服务平台 高品质低碳智慧韧性城市 打造央地合作新标杆 记者严伟黎报道 在上海外资研发中心外企总部齐聚 在此基础之上 一批高能级的国际经济组织 也纷纷把目光投向了上海 这两天一批外资研发中心 国际经济组织陆续地落户上海 推动全球创新资源导入 深入拓展国际经济合作 在上海徐汇曹河京 又一家外资研发中心今天启用 作为全球领先的农业和食品企业 加吉在亚洲最大的研发中心 全面升级的上海创新中心 面积扩大到原有的两倍多 达到3000平方米 并配备了质购分析仪等先进技术设施 推动儒品 烘焙和健康食品解决方案等领域的创新 从进出口的一些设备 然后产生员的合作 包括人才的引进 这方面其实对我们都会有很大的一个信 因为这个优惠的政策来讲的话 可以帮助我们吸引更多的人才在上海落户 然后同时的话也可以把我们这个国外的先进的一些技术 带到上海来 然后我们很多的客户 他们的其实总部都是在上海 今年3月 上海推出了外资研发中心提升计划 鼓励跨国公司继续加大创新力度 目前已有500多家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 设立在上海 到目前为止跨国公司还是全球先进技术的载体 所以我们应该更加的积极的去鼓励他们到中国来投资 那么另外一方面 设立研发中心 设立创新中心 也是外资企业 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维持长期的市场竞争力的非常重要的手段 在浦东 又有6家国际经济组织 昨天签约落户 潜滩国际经济组织集聚区 其中包括全球规模最大的会计师组织 英国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工会 以及全球唯一从事商业核电运营的专业技术组织 首先是要看到一个城市 或者一个区域的稳定的经济的发展 另外我们也是希望有一个非常好的营商环境 开放创新的营商环境 去年一年的话 我们大概派出去有些多名专家 参与国际工作组的文件的编写和制定 扩大我们的国际影响力 增加我们的国际话语权 六位新成员加入后 潜滩国际经济组织朋友圈扩容到22家 涉及行业标准 商市仲裁 行业物流等多领域 东方卫视记者陈慧莹 周莹上海报道 今天上海市土地交易市场 发布了今年上海第三批次 商品住房用地出让公告 共计四伏地块 这是户九条出台之后的首批土地出让 取消了商品住房用地溢价率10%的上限要求 本次出让的四伏地块 两幅位于上海中新城范围 一幅位于主城片区 一幅位于新城 出让走面几月15公顷 其实总价超84亿元 从公告上可以看到 表格内地块起始价后 已经没有了前几批次出现过的最高限价 出让需之也明确 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 确定净得人 自该批次起 上海取消商品住房用地溢价率10%的上限要求 成交地价由市场竞价确定 相关部门表示 在出让前 规划资源 住建房管等部门将建立综合会商机制 逐一地块进行研判 合理设定出让及时价格 对市场热度较高的特定区域地块 可经决策采取差别化调控措施 在一家旅超过一定限度后 转入遥好环节 引导市场主体理性竞价 后续上海还将根据有关要求和市场变化情况 持续完善商品住房用地交易 着力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促进房地产市场高质量发展 东方卫视记者吴海平上海报道 今天中午12点 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始售票 受到了大批影迷的关注 开票10分钟 已经有36部影片200个场次受庆 在上海这所高校的一间教室里 表演戏的师生们聚集在一起 等待中午12点准时抢票 我已经加到我的日程里面很多电影了 比如说很有名的低俗小说呀 永不消失电波 12点一到抢票大战打响 很多热门影片瞬间秒空 我还想先下去看四伟的路眼 大家已经全部受惊了 抢到了 抢到了 你抢到了 你抢到了什么 有名消失电波 开票一小时后 线下各大影院开始实体售票 在天山电影院 红桥艺术中心店记者看到 售票台前排了几名观众 也有人在排片展板前 对照着手里的笔记暗图所记 看看能否简陋 我小孩已经帮我买了一点了 这个是线上 那我自己特地来看 看选几个 就是自己喜欢的 还是拿到实体票比较 对对对 有手感 今年国境影片放映 将在上海全市 47家影院进行 为历节最多 台片上 今年首次在部分影院 完整放映一个单元 既有利于影院提前宣传 量身定制相关周边 也利于对某个类型 或某位大师 情有独钟的影迷 安营扎展 你比如说我纪录片都放在 朵云轩和环茂 美罗城都是动画片 另外三个大师和宝可梦 这样的店我也是按照在影院里分类 这样的话就可以影迷提出 观众提出更大的方便 让他们可以自由的选择 不要动本心好 东方卫视记者周莹上海报道 第十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 进出口交易会 将于6月12号到14号 在上海师博展览馆举行 本届上交会 以数联时代 律动未来为主题 聚焦能源低碳 数字技术和生物医药三大领域 其中商用密码 低空经济 嵌入式系统等新兴领域的展商 均加大了展示的面积 本届上交会设置五大展区 总展出面积3.5万平方米 汇聚了来自全球 10个国家和地区 及全国19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 集中了一批各领域的 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 将深度聚焦 能源低碳 数字技术 生物医药三大领域 着力围绕新制生产力主题 有效覆盖技术贸易领域的 产业新赛道和市场新增长点 经初步统计 28家企业和机构 将首发新产品新技术 其中全球或全国首发的 有11项 东方卫视记者何晓 上海报道 明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在今天的2024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上海主会场活动现场 首次完整发布了 近年来上海考古发现的成果 在活动现场 福泉山遗址 浙林遗址 青龙镇遗址 长江口2号股船等 近年来上海重点考古成果 一一发布 其中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 深移点的青龙镇遗址 发现了一条道路 以及两侧连续跌压的 多期建筑遗址 发现这个房屋和道路 位置是基本固定的 然后房屋是经过多次修建的 所以也证明它从 北宋时期 青龙镇这个地点 已经开始成为一个 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市镇 一直延续下来 此外 在长江口2号股船的保护舱和考古工作站 已经建成 即将开展股船的考古发掘工作 目前经科学考古初步发现 长江口2号股船中的道科序列 与江西仙道在同一系统 发生净化分支上 上海的考古工作始于1935年 经过近90年的不懈努力 先后发现了松泽遗址 福泉山遗址 广富林遗址 马桥遗址等丰富文化遗存 把上海历史推前至距今6000年前 厘清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 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提供了重要材料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 上海围绕开启发现之旅 探寻城市支援主题 策划开展80多项精彩分成的 线上线下主题活动 让市民游客更好体验城市文化 感受城市文脉 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 上海报道 继续关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今天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上海市交办第29批 群众信访举报件89件 其中来电举报56件 来信举报33件 至此上海市已经累计收到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的信访举报件2689件 所有举报件均以及时转交各区 和条线部门处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 您将看到 野军轰炸加沙地带中部 以难民营学校造成至少40人死亡 美媒称袭击使用了美制炸弹 通胀放缓 欧洲央行五年来舍自降息 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下调25个基点 针对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在接受采访时 涉及一带一路倡议的言论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到底怎么样 共建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 毛宁指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 中国同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 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得益于一带一路 非洲许多国家拥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 第一座跨海大桥 第一个工业园区 非洲大陆有了第一所设施完善 覆盖全非的疾控中心 非洲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批评别人是容易的 难的是比别人做得更好 我们期待美国拿出真金白银 为非洲的发展振兴 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继续关注巴以局势 当地时间6号晚至7号 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地带 多地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 巴勒斯坦多个武装组织则表示 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等地 对乙军发动袭击 当地时间6号深夜至7号凌晨 乙军袭击了加沙城南部社区的一处住宅 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六人受伤 乙军6号深夜至7号凌晨 还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 麦加奇难民营的一座建筑 造成至少四人死亡 六人受伤 以色列国防军6号凌晨 轰炸了加沙地带中部 努塞赖特难民营的一所学校 已造成40名加沙民众死亡 经过对现场视频的分析 和武器专家的审查后发现 以色列国防军空袭 难民营学校所使用的炸弹 是由美国制造 并且由至少两枚炸弹的碎片被找到 阿玛斯高级成员乌萨玛哈姆丹 6号指责美国总统拜登 近日公布加沙地带停火方案之举 是只动嘴皮子 称该组织迄今未收到美方 任何关联该停火方案的书面承诺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宣布 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幻影战斗机 并帮助培训乌克兰的飞行员 这是法国首次对乌克兰提供战斗机 意味着法国对乌直接军事援助 将大幅增加 欢迎25005型战斗机 是法国打索公司设计和生产的一种多用途先进战斗机 可携带精确制导炸弹和导弹 马克龙提议 从今年夏天开始 在法国培训乌克兰飞行员 美西方仍在持续拱火局势 乌方日前称 乌克兰已经在近日使用了美国援助的武器 打击俄境内目标 对此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号表示 他们无法证实 乌军是否真的使用包括海马斯在内的美国武器 攻击了俄境内目标 因为美方的这项决定刚刚生效 与此同时 正在芬兰访问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昨天在记者会上表示 北约没有向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的计划 当被问及俄罗斯攻击北约成员国的可能性时 斯托尔滕贝格说 北约方面没有看到 对任何北约盟友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 认为下一场战争开始倒计时的想法是错误的 此前一天 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及西方猜测 俄可能攻击北约成员国的说法时说 这纯属无稽之谈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昨天欧洲央行在德国法兰克福欧洲央行总部召开货币政策会议 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下调25个基点 这是欧洲央行自去年10月停止加息以来首次降息 也是自2019年以来首次下调利率 当天欧洲央行决定将主要再融资利率降至4.25% 边际贷款利率降至4.50% 存款机制利率降至3.75% 该利率水平将于本月12号起生效 欧洲央行发表公报称 根据对通胀前景潜在通胀动态和货币政策传导力度的最新评估 在维持率稳定9个月之后 现在适度放宽货币政策限制是合适的 自去年9月欧洲央行理事会会议以来 欧元区通胀率下降超过2.5个百分点 已经较为接近欧洲央行设置的2%的目标 不过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货币政策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央行不会预先承诺特定的利率路径 他指出大多数基本通胀指标在4月下降 但欧元区内通胀仍然高起 同一天欧洲央行还提高了今年的通胀预测 预计2024年通胀率为2.5% 2025年通胀率为2.2% 而2026年通胀率有望实现欧洲央行2%的目标 据知评人士昨天透露 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 在过去一周初步达成的一项协议 允许对微软、OpenAI和英伟达 就其在人工智能行业的主导地位展开反垄断调查 受到这一消息的影响 昨天英伟达收盘股价下跌1.18% 市值回到3万亿美元以下 5号英伟达市值一度突破3万亿美元 超越苹果成为美股市值的第二大企业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感谢你的陪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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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